最近应该有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 在关注缅北的情况 也听说了咱们家的打击力度 以及很多诈骗园区都被摧毁的消息 现在他们那边还有点乱起来了是吧 相关的信息呢 我会继续关注 也建议大家继续关注 这段时间在看这些事的同时呢 我就猛然间感到 这怎么有点像电影《战狼2》的剧情呢 从当时电影出来 就有人开始骂电影 骂主演吴京 甚至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边 每当有了相关的新闻 就有人出来骂吴京 之前呢甚至开始骂吴京的爱人谢南和他家的孩子 骂的那叫一个难听啊 问候人家的祖宗十八代和人体器官 更甚至最近几年那些公知反的1450们 利用吴京的电影啊 把战狼这个词给污名化了 每当需要辱骂和讽刺爱国的名人博主网友的时候呢 就出来发一遍战狼这个词 再配上无数个笑哭的表情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的主题很简单直接 就是想问问那些曾经骂过吴京的人 你们什么时候道歉啊 如果想问我为什么要道歉的话 下面我就一层层的解释给你们听 首先吴京只是一个演员 这个我原来也讲过 演员拍戏那是他的工作 那些讽刺他拍电影的人 无非是讽刺爱国题材的电影吧 那么我就想问了 爱国题材的电影是怎么了 不能拍吗 电影这种形式包罗万象 想拍什么题材不可以啊 只要能过审都可以播出 就有些在我看来相当无聊 甚至价值观都有问题的电影都能播 怎么我们就容不下一部爱国题材的电影吗 那作为一个演员接到了这个剧本 尽力把自己的角色诠释好 用这样的电影唤起大家的爱国热情 从拍电影的角度来说 我怎么觉得反而应该表扬吴京 他演的好啊 达到了电影本来要表达的东西 凭什么要骂他呢 一个演员演的不好被喷 怎么演的好也要被喷啊 这句话我感觉说到根上了 就是因为他演的太好 因为战狼系列电影成功引发了我们的爱国之情 所以很多公知反贼坐不住了 心里慌了 一句犯我中华者虽远避诛 质地有声 但好多在外网的公知反贼 还有藏匿在各处的一宋武林们 好怕怕啊 所以他们不想再看到这样的电影 而他们的主子也不想看到这些 因此近年来不惜花大量清费在网络上 大量的抹黑污名化战狼系列电影 诋毁辱骂吴京和他的家人 我今天喊那些人出来道歉 不是说因为我们在绵北有动作了 而是我认为他们早就该道歉了 我之前就说过这样的话 但是我今天再说一遍 觉得更有力度 时机更对 那些人总能抓住时机出来 狂裁他们想要对付的人 那么今天我就冒着被他们贡献的风险 出来高喊一声快道歉吧 用你们常常私信骂我的话 回敬你们一句 别喊我回村里领金条了 你们道歉完了之后 赶紧回你们的漂亮村领金条吧 这几年呢 我还看过那种类似公知文 就是解释骂吴京 为什么也是有道理的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物极必反 总说爱国大家听烦了呀 所以就有人嘛 那这种观点呢 我就想说啊 真的是对国际舆论形势和认知战 这些一无所知啊 说实话啊 咱们日常生活当中 见过很多屋檐帐车的人吗 不至于吧 但是网络上你再看看有多少 那些人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还是有很多是拿两办事的 还有很多是被那些人影响的 带偏了的 这些统称为1700没毛病吧 经常有人骂我说 你别说我是收了钱的啊 我可没有 没错 我说的不是你 因为你是1700减去1450那伙的 所以看到这些人 看到这些情况啊 我不止不认为什么物极必反 反而觉得近新年 咱们家经济发展的好 有些人的思想没跟上啊 明明站到了红利 还在齐个不服拔个不分 说自己家这不好那不好 甚至外部的组织点人在网络上带带节奏 都能够引起那么多人附和 我们有句土话叫好日子过多了 烧的 说的就是这样的人了 所以我反而很怀念小时候 常常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爱国主题的老电影 听到了那些感人的爱国情怀的歌曲 现在呢 居然偶尔来一部爱国电影就会被骂 电影被骂 演员被骂 连演员的家人都被骂 电影的名字都被做成网络上的梗 来嘲讽爱国人士 这简直是荒谬啊 别说咱们家做到了 该打击的咱们都出手了 就算由于种种原因啊 有的事咱们不能一下子做成 还要继续努力 那又能怎么样啊 就能否定我们祖国多年的努力 否定祖国对我们所有人民的保驾护航和发展进步吗 那些阴阳怪气冷嘲热讽的人 根本不是在针对吴京针对电影 而是在利用一个演员和电影来骂娘 此乃小人行为 汉奸行径 后来还有很多人说吴京是在吃爱国饭 就跟现在网络上骂爱国博主的人一样 可是吴京作为一个非常知名的演员 他做广告我看了一下啊 主要就是为国货代言吧 比起那些代言国外奢侈品牌的明星 他赚的可差太多了 可是他的知名度 以及他拍摄电影的意义 在我看来可比那些流量明星强多了 但是那些明星会舔资本呢 看看秀 让说啥说啥 不就这么回事吗 有的人还看不明白啊 到了今天 还有好多人在表达什么爱国的就得用爱发电 你要不用爱发电 你就是吃爱国饭 可是公知反贼 还有那些为资本卖命的明星大卫们呢 赚钱那就是天经地义的 这就是最近几年来 外面的某些人 有组织的在我们的网络上努力营造的氛围啊 事实上我不得不承认 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成功的 很多人都被带入了 批评 嘲讽 谩骂 吴京 和以吴京为代表的公开站出来 发表爱国观点的人们 有些话我憋在心里很久了 也算是借着吴京的事讲出来了 我在此呼吁 请停止污名化再做爱国事情的人 也请停止污名化表达爱国情感的做法 爱没有错 表达爱也没有错 在公开场合表达宣传 做的工作是有意义的 得到回报 继而继续努力做有意义的事情 更加没有错 这才是流量真正的价值 如果互联网经济是常态 如果流量经济是时代必经之路 我更愿意把流量给那些有意义的三观正的 积极向上的有正能量的人 让他们更有劲头有力量 帮咱们把正义的事做下去 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 我想对吴京说 不要在意网络上那些人对你的疯言疯语 邪不压正 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拍电影不可宣 赚钱不可宣 如果被他们骂一骂就不敢出来了 不再拍爱国题材的电影 不好意思做广告代言 甚至是为国货代言都不好意思 那才是中了那些别有用心者的计 事实上不只是吴京 每一个人不管是博主还是网友 我们思路要清楚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们的敌人是谁 不要被有些人给带偏了 如果一个社会上的人都羞于爱国 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把爱国和贼放在一起说 还形成一种舆论风气 这在社会层面上来说 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 只会让外面的人看笑话 所以今天我就是要呼吁曾经骂过吴京的人向他道歉 原因呢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如果骂人的时候 你们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 该道歉的时候却当缩头乌龟了 那我真的是瞧不起你们这样的人啊